抵制社會主義 九步拯救美國 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 本文作者是Travel Loden 一名新西蘭人 以下是傳聞內容 雖然我是新西蘭人 但我很了解美國和它的人物 我走訪了48個州 並在這個國家做了500多場演講 我想表達的信息一直都是這樣的 美國正走向一場殘酷暴政的社會主義革命 如果美國倒下所有自由國家都會緊隨其後 現在就在這裡 就在我們的眼前展開 這樣我們能做些什麼呢? 這個國家能被拯救嗎? 老實說我不知道 不過我可以提出一些建議 至少給這個國家一個戰鬥的機會 1.面對現實 幾百萬美國人仍然完全否認算的結果 很多人認為軍方在秘密掌控著 正義會得到新章 特朗普總統回歸只是個時間問題 有秘密計劃只會有信心 事實上特朗普被共產黨人、全球主義者 甚至是他自己黨內的叛徒組成的聯盟打倒了 深層政府現在幾乎完全掌控了局面 特朗普在2024年前的任何時候都不會重新上台 如果到那時候我們還會有有意義的選舉的話 為了確保永遠不會落選落台 民主黨計劃給予2,200萬非法移民選舉權 廢除選舉團制度 給予波多尼國和哥倫比亞特區州的地位 以此獲得至少4名更多極左派參議員的席位 被數以千萬計的第三世界國家難民和非法移民湧入 他們還計劃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投票改革 值大規模郵寄投票 除消身份認證要求等 以保證民主黨永遠的掌控權 如果民主黨人能廢除參議院擁場辯論的議事程序 並在最高法院增加至少4名左派大法官 那麼如果我們依靠傳統的政治手段 就幾乎沒有辦法阻止這一切 我們正在經歷一場由中共推動的馬列主義革命 就在現在此時此刻 軍隊救不了我們 特朗普也救不了我們 相反要靠外國者保護特朗普和軍方 免受民主黨和共產分子的無情攻擊 當有足夠多的美國人 正是這種令人不快的事實的時候 這樣也只有那個時候 我們才可以談論希望 請訂閱的方式 訂閱的方式如下 進入patreon.com slash appletimeshk 或者掃描QR碼進入網站 向下拉螢幕 點選這個按鈕 出現更多的選項 選擇你要支持的節目按裝 輸入信用卡資料或是PayPal帳號 就可以順利訂閱啦 訂閱patreon香港大紀元 每月30元美金 就可以收看頻道所有影片 包括石山、瑞秋、珍姐、SAT 和雪兒的節目 元年獲得更新的